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起来好像他是在威胁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 但事实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在这个时代真正开历史倒车的是谁 那么作为习惯来讲他不认为他做错了 他认为他是高举着全球化大旗的 大家一时半会还离不开他 甚至他也实际上在俄乌战争爆发了以后 从2月份到4月份现在的数据大家应该能看得到 中共已经削减了从美国进口的天然气 这个削减的比例是95% 那么同时期他们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增加了50% 那么因为数据的公开 有一定的滞后性 那么前面我们看到了西方国家 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在强调希望习胖不要站错队 甚至 普京打电话祝贺习胖过生日那天 大家看到的也仅仅是一些光明堂皇的话 没有想过他会具体去做什么 但其实他已经做了很多了 不仅做了到今天 他还认为他有道理 他认为是美国人在终结全球化 而他是一个全球化的棋手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在联合国 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过程中 有一些谴责性的表决 那么金庄五国中 这个俄罗斯咱就不谈了 中国印度南非都没有投赞成票 也就意味着他们实际上跟俄罗斯 在很多观点上没有太大的分析 印度和中国是人们知道 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抛售他们的能源 就是原先供应给欧洲的这些份额 当欧洲对他限制了以后 那么中国和印度都超过往年份额的去购买 那么印度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像土耳其一样 他们虽然做了很多模棱两可的事 但西方对他们的态度 都是比较这个可以理解的 这也是两个西方正在争取的国家 与以色列不同 以色列是长久以来美国人保护的对象 与波兰也不同 波兰早就在川普时代要求从德国撤出美国驻军 至少撤出原先驻军的一大部分 在这个时候波兰提出 由他们出钱 请美军去驻军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俄罗斯侵略欧克兰战争开打以后 美军在欧洲的驻军 至少增加了一万多人 其中有很多就部署在波兰 那么像立陶宛这样的 北约国家 他们根本就不担心 依据北约第五条 俄罗斯一旦攻击他 就意味着北约都会参战 那么像波兰这样 坚定地站在欧克兰这边 而且他收容了最多的欧克兰南美 在提供援助这个方面 虽然他国力不一定是最强大的 在周边国家中 他也做出了难以令人置信的表率 那么大家都应该知道 土耳其呢叫假相叛 是吧 他一直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外交谈判的第三国 他争取当一个调停人 那么像 印度这样 常有拥有 俄罗斯和美制装备 其实你可以把它称为叫万国装备 那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对俄罗斯 瞬间进行切割的可能性 绝对没有 对他来说 只要能 给他获益 他都会干 你几乎看不到他有什么价值观的问题 虽然他是按人口数量来说 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 但在很多问题上 他没有像人们期待的一样 做出表态 那么在金专五国的这种计划中 他们还在正常的召开峰会 跟其他的不一样 你比如说 美国邀请了台湾 进行全球疫情的峰会 那么中方就不参加 但是 金专五国的峰会 习近平不仅用视频的方式参加 还发表了演讲 其实他是利用这个平台 对外 发表他的观点 他试图要影响到更多的人 他说要把握时代潮流 缔造光明未来 就他这样的 原来提的好像是 人类的未来往何处去 是吧 要打造一个 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到现在 他还在期待着 由他来强调 怎么样缔造一个光明的未来 好像他现在做的事 一点都没毛病一样 很多人说 今天这个世界有点乱 喜欢呢 喜欢自说自话 完全背离了事实 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都是在背离事实 比如说 我们今天看到的通胀 通胀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疫情 或者是战争的问题导致的了 因为能源 因为这个这个疫情 因为供应链 因为这几个相对比较重要的问题 导致全球都出现了通胀膨胀 但事实真的仅仅如此吗 现在好像各国采取的方式都还不太一样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而且各个国家都表露出来一些 让常人无法理解的这种言论 比如说耶伦 耶伦一直把通货膨胀的问题 认为不会长久 他甚至原来都认为不会发生 我们好像听到过一个说法 说他的意思是 因为上一届政府 发了太多的救济 美国人史上拥有了现金 所以导致通货膨胀 他认为 美国家庭正在利用积蓄 和政府超发的一些货币 拥有了更多的购买力 那么物质的供应呢 因为供应链不畅 所以导致通胀 这个问题 很快就会出现拐点 我相信大家可能没有忘过 最多也就两年前 有专门的调查 大多数美国家庭 拿不出来四五百的陷阱 这也就意味着 作为美国的财政部部长 对美国民间 储蓄的这个状况 其实不是很了解 那么听到这些话呢 大家一笑而过 可能 他在这个位置上 他会说一些 这个 因为他所处的位置 所必须要说的话 但今天我又看到了 另外一个说法 好像是英国首相约翰逊说的 说 俄罗斯 武器弹药 跟不上 所以呢 如果我们 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极有可能 俄欧战争也会出现拐点 我在这个推文下看到了有 一个朋友跟推 他说 约翰逊可能不了解 苏联解体的时候 俄罗斯继承的时候 苏联的军火库宠的东西 绝大部分 都被俄罗斯继承 他现在打的是一场二战式的战争 那这些武器 他能用很久 根本就不存在 约翰逊说的这种状况 那么下面呢 又有人反驳他 是吧 说这个 你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比这个英国首相知道的还多吗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我至少知道一点 中国的死榴弹 从文革期间开始囤积 至少有十几亿枚 到现在为止 想换装都不知道怎么换 因为之前的没办法淘汰 销毁还得花钱 如果说中国要打一场 二战时期的战争 仅仅死榴弹 在战场上都不需要 不需要后勤再生产 只要供应的上就行 他巴不得把它都用完了 所以这个世界呢 往往就是这样 有些人因为政治的需要 说一些 让你感觉到很无厉害的话 但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即便是西方 他有一点是非常要强调的 一定要重生就是什么呢 现在是美国要跟他脱钩 而他并不怕脱钩 他举的是全球化的旗子 他认为 在全球化这面大旗下 至少金砖五国 是能达成一致的 他们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让自己的国家 富强起来 来推翻 只有一级的 这么一个现状 所以有很多时候 哪怕是再愚笨的人 如果他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 你一定要仔细地想一想 看一看 没有表面上 说得那么简单 好的 谢谢大家 再见